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Jay 今天继续来做盘中分析 经过了昨天的一个大的一个跳空 然后又强烈的反弹 今天呢就开始缩量 对于昨天的量呢,今天降了不少 但是它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形态 好像是这种震荡上行 OK,问题是这个震荡上行它能够维持多久 我个人偏向于它还是会回踩下面大概430到432这个位置 那如果它回踩这边的话,我就可能会进场 进多仓 而且昨天呢,比特币我也已经进场了 我的进场位置是在这边 刚好是这个回踩的一个低点 那目前呢,就进了第一仓 就拿着,如果它有回踩的话 可能就再考虑会不会把肠位加满 继续讲回去QQQ这边 好,它今天呢就是补了缺口 把跳空那个缺口已经完全补掉了 补掉以后再看一下它的情况怎么样 看看它有延续呢,还是会下来 总结来讲,还是在等,等机会 因为它经过这一波这么大的一个下跌 是比较难说一下子会这样V上去的 而且它没有什么特别利好的消息 现在炒的就是一个经济衰退 就是怕预期会进入衰退 所以呢,很多资金呢就是要逃离 逃走 而且日本那边要加息 然后日元涨 也有很多资金要回流到日本 这个底有可能是阶段性的底 但不知道这个底出现以后 会反弹到多高还有多久 而且在这个位置 就算反弹来大概475到470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压力位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就算来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要非常小心 这边标普 它稍微就弱一点点 因为它还没能补到这个缺口 只是现在这边就是缺口 差一点点 整一个形态也跟纳指差不多 只是它还没有补到缺口 那如果这一波反弹要是做的话 我首选是会选择纳指 应该我是不会做标普的了 然后下一个 倒虫式 它的波动性就没有这么大 相对来说 图形呢 目前看来呢 它的整体性啊 结构啊 好像是比纳指的稍微好一点 呃 但是 如果它是 能 反弹到 就是这个蓝色线这个位置呢 我可能会 观察 如果是走的不行不好啊 有可能 要下来的一个信号啊 那我可能会优先做空它 而不是做空啊 纳指 然后这一个是罗素 可以讲啊 它这一波 涨得很猛 但是完全被摧毁了 涨了多少 又跌回来多少 它是以一个假突破的一个形态 在这里 假突破一个形态 要完成了这一波的上涨 而且我们之前 如果一直有留意的朋友 应该 会有注意到 我之前一直都讲 目标就是打这个点 也就是蓝色这根线 226227 它也完成了 完成以后这一波 应该是走完了 所以说做多的话 我应该暂时不会选择它 看一下如果是9月份 真正的降息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反应 做空的话可能也 不太敢去选择它 如果它真正的降息来临的时候 它反应很大呢 那做空它的话 就会一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目前呢就是讲 做多我会选择纳指 做空呢 我会等待 它反弹上去 做空到重施 然后这边呢是比特币 目前来看 它这个位置 5万2 守住了 15分钟 也是做一个震荡上行 而且它这个震荡上行 做的稍微比纳指还要漂亮 我们就刚好埋在了它回踩的低点 所以现在呢是 大概赚了7%左右 目前来看我就先拿着 首先第一步 就是看它 反攻上去这个起跌点 大概就是6万块到5万9 有仓位的我会觉得 可以继续拿着 如果没有的话 等待它下一波的回调 然后这是NVIDIA 日线来看 它的反弹也蛮不错的 只是说它上面 110块 有一个 小级别一点的压力位 但是在上面 117 这个压力位 我也觉得它 不会那么容易上得去 大概率的我会觉得 这个位置我会去观察 如果它能去到的话 观察会不会在这里考虑做空 然后这边特斯拉 今天没有 突破昨天的高点 它也没有补缺口 但是今天开盘的时候 有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位置 可以进场 回踩 而且同时 这个位置呢 支撑压力互换 回踩 我觉得这个位置进场 分仓座 也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一波的话 它能回调到230 我觉得已经是 完成任务的了 但是目前来讲 我们还不知道 先观察一下 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 会再下来 可能不会 涨得那么利索 我这样 这样就上去 好像不太现实 所以我觉得 还会有机会再下来 倒车接人 如果是做多的话 这也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一个标的物 好 那今天要讲的就这么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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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